你们把立法院的决议当个屁吗 你们把立法委员当傻瓜吗 简直要欺诈 立委在揭露银行黑幕 指控公股金控高阶主管 每个月8到10万元的房屋津贴 明明去年在立法院就已经通过删除 结果银行又以业务津贴 乔丽名目无缝接轨继续领钱 111年5月1号房屋津贴废止 他在同时的5月1号开始请领什么呢 业务津贴 而且这个津贴的金额一模一样 房屋津贴一废纸 业务津贴立即补上 整理表格来看 合库金 华南金 张银领的最多 董事长一个月可领10万 总经理可领8万 第一金 赵峰金 董总 也都有6到8万元不等 公股银行只有台契银 遵守当初的立愿决议 只是这些过去政府核准的补助 基层公务人员早在民国78年 就已经取消发放 收入更高的银行高层 却直至今天仍在领取这笔津贴 如果基层的公务人员 都已经取消房屋贴贴 你们这些领高薪的 你们还要领什么房屋贴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对此招指控的相关银行 截稿前没有任何回应 立委也点名上级机关财政部 彻底查清 一年下来百万巨款 供股金控丑闻 还没直写